十八届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 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把巡视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 十八届中央纪委直冀审查的案件中 超过百分之六十的线索来自巡视 冰箱里有干净 也是前往盘地打听 搞一个什么假合同 来向规避组织审查 有些事情 我一想起来还是听可悔 政治上太不倾向 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 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成为国之利器党之利器 有效破解党内监督的难题 巡视力鉴敬请关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